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过得挺滋润嘛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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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每一个人的春节假期啊 肯定都过得不一样 是 不如我们来看看方清亭她的春节假期 快来看看吧 到底过怎么样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次往这个台上一站啊 心里头很忐忑 您看人家李爱 大姐 跟圣诞树似的 跟圣诞树似的 你看我 跟农作物似的 我其实啊 跟这个制片人呢 提过建议 我说能不能 我跟李爱一块主持 咱不要脸了 什么 说得好 要点我行不行你 后来就是主持人说不行 我问我说你这脑袋是全裸 尺度太大 你要主持还得打上马赛克 我说那就算了 我还是别干主持了 就说脱口秀挺好 您看这一进腊月 脸脸就托我买火车票 我说你傻呀 我呀能买这火车票 我还在电视台混 我早生神仙了 有一回春节呀 腊月 我上广州演出去 这个火车票 飞机票全没有了 我划着汗兵回的北京 竟是山路啊 上山的时候得四脚朝地爬 就差点让人家猎人呢 当野猪打死 下山说着省事 遮着根头就下来了 脑袋磕得跟西红柿似的 终于啊 历尽千辛万苦 三十二晚上回到家 我媳妇开门一看 眼泪都下来了 太不容易了 大厨西子还来要饭 根本就不认识我了 还有一回嘛 也是年前嘛 上那个南方啊 一个小县城演出 小县城啊 给了一万块钱 那种地儿没什么整钱 给我一块钱一张的 还有五百多块钱钢被 春运人多怕丢了我 有一种春运短裤 就是后头有俩拉锁 把那个钱割后头 就安全呢 我把我那一万块钱割后头了 屁股翘着 挺性感 在那个后车大厅啊 睡着了 等车 给我冻醒了 后头 俩洞 露着俩红脸蛋 钱没了 我再想买新衣裳 钱丢了买不了啊 有一大姐呀 心眼不错 把他们孩子那屁股帘给我了 我系着屁股帘回了北京 去年初一 我媳妇啊非要自驾游 上黄河边烧烤去 开着车 初一一早出发了 离这个收费口还有十公里就堵上了 一直到初八早晨 才到这收费口 也开始收钱了 我媳妇不见黄河不死心 还要去 进了高速 找服务区 头一件事截手 憋七天了 这泡尿 尿了四十多分钟 感觉着爽啊 开上车 没车呀 八个小时到黄河边了 突然想起一事呢 我媳妇没上车 钱呢 手机全在车上呢 开车掉头回去 六个小时就回去了 刚进服务区 我媳妇来电话了 亲爱的 我搭车到黄河边了 你说这不是折腾吧 那年嘛 春节 我跟我媳妇啊 上猴山 看猴去 哪有猴啊 山上全是人 猴没地方待了 都下山了 上儒家齐天开房去了 从这个山下到山上 我这俩脚没着地 给我挤上去的 我媳妇提醒我 哎 刘神那个手机 我也想对 费挺搭尽 从这厚头兜里 把手机掏出来 搁上衣兜里 踏实了 到山上 一摸 还一手机 我摸的别人兜 小时候过年 除夕啊 得熬夜 是吧 不能睡觉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我妈那时候啊 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就问我妈 妈妈 今天晚上你熬得过去吗 气得我妈在那儿 这是倒气生气啊 我哥哥安慰他 妈妈 别跟他一般见识 把这口气咽喽 我爸爸说 想办法去去会去吧 给我们哥俩改名 我哥哥叫高升 我叫发财 为什么就为了初一 早上起来叫 我们起床的时候啊 吉利 初一一大早 我们哥俩正在这个 隔楼睡觉呢 我爸爸的弟爷喊 高升 我哥哥答应 下来了 给我爸烦的 接着叫我爸 发财 招什么急啊 早着呢 哎呀 虽然大家都在鼓掌啊 但是其实我心里头啊 那种揪心的感觉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这大喷跟这家家两人 在里面待这么久了 都没人看看 哎呀不不不不 你就这不了解了 我跟你说 今天就有人看他们 真的假的 就是大喷的故人来探望 到底会发生什么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吧 回来了 生活别烦恼 一起来笑吧 JULU 唉吓 马老三 喻 拉出去 斩了 笨 走吧 你说你 三弟 哎呀 咱们这兄弟情义 也是够深厚的呀 你看看 老三已经被砍头了 是咱俩也就快了呀 呀 对呀 那咋办呢 赶紧想招啊 大哥 我都想好了 要不咱哥俩 越狱吧 那怎么越呀呢 要不咱们这样 咱哥仨当中是不是 就女友媳妇 对呀 咱们这样 那咱们就让嫂子 吸引老头 然后偷钥匙 咱们开门走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还有个媳妇呢 我跟我的媳妇小方 想当年是这么认识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便此处又长 哎呀 天呐 大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位就是嫂子吧 漂亮吧 大哥 你家不不显的 这嫂子的小脸蛋的小身条 长得也不错呀 那当然 这小脸蛋的小脸蛋的小脸蛋 大哥 这小的是谁呀 这小的追嫂子 到处你没踢他呀 我踢他干啥呀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大哥 你说啥 他 他是你年轻的 不是 关键你俩 怎么着 这 不是 这个 这个 差别很大吗 他这个 他不是很大 这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咋的不乐意呀 咔下去 大哥 我想象中我一直走这么高大 不是 关键 我刚才那嫂子现在长得也让我估计 吸引老头应该没啥问题 是吧 肯定没问题 关键是嫂子啥时候来呀 哎呀 我这马上过生日 她应该差不多了吧 媳妇 你到底啥时候能来呀 村里有个姑娘照相逢 长过好看又散亮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便自处又长 哎 哎 大哥 你看那个大坏娘们是谁 媳妇 蛤 杀叛 不是 大哥 你跟小芳离婚了 没有啊 那她是谁呀 小芳啊 小芳 那刚才那个呢 年轻的时候的小芳啊 不是 那她俩 怎么呢 差别很大吗 这不是特别大 这都是婚姻带给人的变化呀 哦 媳妇 大潘 嫂子 哦 这是我在狱中结拜的二弟 这是你嫂的小芳 哦 二弟 嫂子 二弟 嫂子 二弟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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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啥事 嫂子 谢谢你对大哥的照顾 不用谢 嫂子 阿姨 嫂子 我在想 我抱的是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 可她叫你就抱吧 嗯 这怎么还摘着呢 还 你说 这怎么回事啊 这这 大胖 媳妇 大胖 大胖 媳妇 你会 哎呀 这么长时间 我该想死你了 是吗 嗯 算了 算了 媳妇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我俩呢 想越狱 然后需要你的帮忙 需要你呢 去吸引一下这个牢头 然后呢 把钥匙给拿回来 嗯 吸引牢头 怎么吸引 你是不是想让我这么吸引 是不是 潘冰龙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人吗 你可能不了解我 我在我们村 那是出了名的 至死不渝 终身不二人 现在村头 还立着我的真杰牌坊 你进来五六年了 孩子刚满月 我满怨过你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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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让我去干这种事 你觉得合适吗 我媳妇 大哥 既然嫂子这么说的话 我倒觉得她挺合适的 啊 媳妇 这么久来了才来看我 我又惹你生气 你下次再来 我一定向你道歉 你 来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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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冰龙 你想要这个吧 哎呀 媳妇你太厉害了 你全 哎呀拿到钥匙了 谢谢媳妇 你怎么拿到的 哼 你你你你为什么要挤扣 你为什么要挤扣 扣松了吗 怎么松的 这不干啥给你演示那个吗 大哥 何礼 谢谢媳妇 你是怎么拿到钥匙的 我等她睡了之后拿她 她 她她她怎么睡了呢 累的呗 为什么累了呢 我哪知道啊 人上一天的班累了 我还管啊 哦 我缺的时候她就睡着了 我看钥匙在地上 我就捡起来 给你拿过来了吗 大哥合理 哎 佳佳大盘 佳佳大盘 我钥匙没了 你看我钥匙 我钥匙 但是 怎么在你这儿 你偷的吧 老头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种人吗 你可能不了解我 我在我们村 那是出了名的 失禁不媚 也不庇护啊 至今村头 还挂着我媳妇的 叫她姜庄呢 好吧好吧好吧 行行行 我信了好不好 探施时间快到了 你们快点啊 什么玩意儿 你说我来这么长时间了 你也不是我问问孩子 对 我们的孩子呢 孩子在这儿 来 让我看看孩子 不要放这儿 忘了 不不不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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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 我问你个事啊 有句话我不是问你当奖不当奖 你说 你说你进了五六年了 这孩子刚买月不合适吧 呀 你想啥呢你 去年我过山的时候 你嫂子毕业来了嘛 你忘了 待好一天呢 哦 对对 去年那时候 我忘了忘了 你什么意思 你弄得我 吓死我了 别让你嫂子听你 你嫂子后来说事 时间到了啊 赶快出来 好好好 好好 时间总是这么短暂 行了 那我走了啊 对了 你快过生日了 给你支了顶帽子 来 咋样 好看吗 好看 我走了啊 潘 二弟 走了啊 慢走 嫂子 慢走 二弟 好看吗 好 大哥 合理 好 大哥 合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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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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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那个代价系列之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来做代价的话 你怎么抢活啊 我怎么抢活啊我跟你说 都不用抢 像我这身价 我给你们比如说你15万的车 我就能给你开出50万的模样 谁 知道吗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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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吹吧 我吹什么呀 说实话 要说到这个抢活上啊 咱们还真得跟他们学一学 他们有的事找着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来 生活别烦恼 一起来 下吧 哎哟 哥几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下次 下次好好喝一杯 好不好 哎 哎 老板 哎呀 你放心 我马上就到家了啊 我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 一进家门 我不拖鞋 我就给你闯过去好不好 最多半小时 哎 老板 喂 是代价公司吗 麻烦帮我叫一名代价员过来 对 从东智门到五颗松 好 谢谢 快一些啊 你好 请问是你叫代价吗 不是 我那个 何欢 朱天福 我跟你说朱天福 从小学咱俩一班 现在到一个公司 你一天想跟屁虫跟我干啥 哎 你像小蚁蚱 那样说话 哎 你听听听听 没有意思啊这样 我就叫了一个代价 怎么来了两个 我来 我先来 我来 我先来的 你来跟他 跟着我 我先来半天再站着 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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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我说句公道话好不好 今天咱俩既然找到了一个活 嗯 我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也不伤害你的利益 也不伤害我的利益 好不好 好 这活我来 哎 凭什么你来啊 我一天都没拉着活了 我一周也没拉着活啊 我一个月也没拉着了 我一年都没开张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这么跟你讲 我从干这行到现在 没摸过方向盘 哎 那你用吧啊 这样在家 我看你赶不来用 哎 不用了 不用了 哎 天福 挖个坑上往里跳是吧 自己说的啊 自己说的 来来来 这样 这样 这样啊 我呢特别赶时间 咱们谁开车开得好 谁就上来 好不好 这么跟你说 我 老司机 十三年 灵事故 我来 这个确实 十三年没摸过方向盘 这个 你跟这头换盖呢 朱天福你怎么叫你呢 叫我啊 你要去哪 我去五颗松啊 五颗松 我从这儿到五颗松 倒车去 哎呀 你行啊你啊 我闭眼睛倒 哎 危不危险 我告诉你啊 我不仅闭眼睛倒 我还能闭一边包饺子 一边开车 朱天福你给我吹你 你怎么包饺子 啊 用手包啊 你怎么开车啊 有饺子啊 哎 你这有点危险啊 哎哎 我跟你说不知道 一拖鞋 我们公司那花全死了 哎哎呀 以前啊 你 你的包饺子 吃好了 买药吃好了 来来来一门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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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福你什么 哎呀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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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我赶时间回家好不好 你们两个谁开车开得快 谁就上来 哎 这样 从这儿到五颗松一个小时 啊 你分够不 你分够我十分钟到 十分钟还算快吗 你喜欢哪个个星 周杰伦 谁在用琵琶弹走一去 到了 朱天福你是不是开玩笑呢 你怎么能那么快啊 我就这么快 哎 朱天福我问你啊 有没有那么个事儿 昨天公司传你前天 在一条大马路上 压死了一只年幼的鸡 哎 上次你把人车刮了 怎么处理了啊 我上次我是在前面 哎哎哎哎哎 花得相当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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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我只要一名代驾司机 你们两个赶紧商量 我赶时间好不好 不是 何欢 我告诉你 这个咱俩的同事 你没必要这样 这解决起来起来 其实很简单 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 漂亮 好一招 釜底抽筋 好 那没事我走了啊 哎 好 回见 好 来 去哪 好 好 哎 走 走 哎 走 走 哎 走走走 比较小孩儿的啊 走的小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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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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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用了 都走 哎 不是 我都 下车 哎 我来 别走 朱天福 我都上车 你说你飞得给我脚黄了 你呀 天天天天天 有你在没有好事 你 我跟你讲 我现在开 哎 你们 哎 喂 喂 机场啊 哪儿 机场 我一百七 一一一一一一百六 有一 我一百五 我也行啊 我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一百 什么人哪 喂 麻烦你给我叫一名代驾司机 最好要成熟老练一点的好不好 对 还是我 快点吧 哎 气死我了 最美不过西洋湖 很心又不过 小伙子 你叫他代驾呀 是啊 大爷 你是谁呀 代驾呀 我这腰 腰 哎呀 你慢点 慢点 哎呀 慢点 哎呀 慢点 帮大爷拿着棍子 听说你找个成熟老练的司机 你看大爷够成熟不 大爷你都熟透了 你都这个岁数了 还能开车吗 哎 哎 大爷的驾照啊 明天才到齐 也许你是我最后一个顾客了 那大爷你开车注意点吧 我可不想最后一次坐车 去哪儿啊 五颗松 五颗松啊 那地儿我特别熟 我在那儿认识一位医生 专门给人治疗神经衰弱 是 大爷呀 在那儿治过健忘症 哈哈哈哈 你是谁呀 不是 大爷我是车主啊 是我叫您过来当的代驾 哦 去哪儿啊 五颗松啊 哦 五颗松 五颗松那地儿啊 我特别熟 在那儿我认识一位医生 专门给人治疗神经衰弱 大爷呀 在那儿治过健忘症 哈哈哈哈 你是谁呀 大爷我是车主 是我叫您过来当的代驾 哦 去哪儿啊 去五颗松的上一站 沐溪地 沐溪地 沐溪地呀 有一位小姑娘 她老公啊 就在沐溪地的下一站 五颗松当医生 专门给人治疗神经衰弱 专门给人治疗神经衰弱 大爷呀 在那儿治过健忘症 哈哈哈哈 你是谁呀 你要去五颗松 大爷现在带你去啊 坐好啦 好好好 大爷呀 咱能不能开快一点啊 我跟你说小伙子 大爷用经验告诉你 开车最好是七十麦 为什么呀 因为呀 速度七十麦 这心灵才自由自在 希望重点 是爱情海 随风奔跑 自由是方向 哎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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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急 咱们先开车好不好 好好好 大爷带你走近路啊 好 大爷看看地图 别着急 那个大爷呀 咱们这样啊 咱们开导航 开得比较快好不好 你以偏离路线 正在重新导航 请右转 这谁说话呢 那87年的时候 有一条进道 应该左转 左转 哎 大爷 你以偏离路线 正在重新规划 请右转 怎么能右转呢 直走就到了 95年我就认识这道 谢谢 谢谢 你以偏离路线 正在重新规划 请掉头行驶 可别说话了 直走就到了 你以偏离路线 不是 你别 你以偏离路线 你别说话 你以偏离路线 你以 您以 您以 大爷你别打我了 挺疼的 请你听身边小伙子 你别瞎开行不 小伙子 你到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五棵松吗 九棵树 不是 大爷啊 我要到五棵松 你怎么给我拉九棵树来了 小伙子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呀 我这是服务行业 你要闲树勺 大爷赠送你四颗啊 不是 大爷 我得回家 你说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 不是 你是不是看不上大爷啊 大爷老了是不是 哎 没有 大爷 没事 我不给你们年轻人添乱啊 你把棍还我 大爷走了 小伙子 祝你幸福啊 大爷 大爷 你这 老伴啊 我打了个顺风车就回来了 哎 一分钱都没花呀 不是 哎呀 大爷 我就是想回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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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ers你知道吗 现在网上啊 有个说法那么说的 怎么说 十年修得王小健 百年修得李大人 千年才能修得何以称啊 你说去哪里找这样的好男人呢 现实的男人花心大萝卜 别着急 我跟你说 遇到花心的男人你知道吗 你得请咱们潘总监呢 潘总监专门制那种花心大萝卜 那我要学习学习 来吧 一起去看啊 生活别烦恼 一起来 来 笑吧 亲爱的 快点 小斐 佳凉 十几年没见了 是啊 你干嘛呢 我跟我男朋友来逛街 你呢 你自己一个人逛街啊 我老公出差了 你们演的这是什么呀 总监驾到 驾到必泪 这灯灭了 废话 为什么面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这个破导演 知道吗 这是观众的心声 因为他们不喜欢看 不喜欢看你导这个破戏 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 幸亏有贾老师 谢谢贾老师帮忙 这谁啊 头子的女儿 太好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戏呢 观众喜欢看什么 就喜欢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 给观众他们喜欢爱看的 跟潘总监一起收拾白行 登顶 加油 加油 这是一个讲述 爱恨情仇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 煎炒膨胀 四集三十二场 预备 开始 亲爱的 快点 小斐 贾良 哎呀 十几年被见了 是啊 你干嘛呢 我跟我男朋友逛街呢 你呢 你自己一个人逛街 哎呀 我老公出差了 哎呀 这么多年 你点儿都没变 是啊 我收拾白行也没变呢 一时垫底呢 能不能加点矛盾 刺激一下排行榜啊 你男朋友呢 啊 马上出来了 小斐 哎 来了 小斐 东西买完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泰伟 这个我认识 这不就是 反转 我老公吗 我 哈 看见没有 观众就是要看这样的矛盾 来吧 来 看 你不是说你出差了吗 我 我 泰伟 啊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怎么回事 我 我 我 这么严重的事就动嘴吗 动手 你这个渣男 哎呀 妈呀 抱给我男朋友 哎呀 不是动我老婆 哎呀 哎呀 你这个不客气的男人 哎呀 你敢打我老婆 哎呀 你动我女朋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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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老板 纏 纏上了 这就叫旁根错节 你知道吗 就喜欢干这了 哎呀 散开 哎呀 干什么呀这是 你们这样让我很为难 哎呀 你还为难了 是吧 你这个渣男 哎呀 你敢打我男朋友吗 你说了不是动我老婆 哎呀 你敢打我男朋友 哎 不是 怎么就就一块呢 散开散开 哎呀 干嘛呀 干嘛呀 我选一个不就完了吗 哎呀 你还选一个 哎哎哎哎 干嘛干嘛 又要揪着问题你在这 你也是 你抽标点 你还要选一个你 真是好意思吗你 赶紧解决问题 张泰维 你 哼 你演得太作作了 这是投资人的女儿 你演得太好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嘉玲 嘉玲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以后一定 反转 对小斐好 哼 小斐 等等我 你们 你们这么对我 我会复仇的 哇 他说什么 复仇啊 复仇是吗 对呀 太好了 假 复仇三部曲 哎 亲爱的 我们俩今天看哪部电影呢 嗯 复仇 哎呀 这女人一复仇啊 要么就是耍大刀 喝毒药 上单位闹 能不能有点新鲜呢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善良 一生气我就想吃苹果 你 没发现 没人出来 别插队 这怎么没人出来啊 电影剧都这样 稍微有点变化 戴个眼镜 亲爹亲妈都认不出来 哎 小斐 咱们看泰坦尼克号吧 好啊 哎呦 期待了好久了 复仇 泰坦尼克号 这部剧 剧情讲的是杰克和肉丝 上了一艘大船 然后船撞冰山 然后就沉了 里面还有个大驼子 项链子 后来那个肉丝活99 杰克死了 你看吧 剧情就这样 他是谁啊 他剧透了他 小斐 小斐 你谁啊 这人 小斐 小斐 剧透最讨厌了 你知道 对对对 咱换个电影看 咱看 咱看《一步之遥》 好吧 复仇 《一步之遥》讲的是 马走日 向走田 大赢还在里边演个竖弯钩 到底是下象棋 还有打拖牌 后来都死了 老惨了 看吧 剧情一模一样 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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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 不生气啊 咱不生气 咱换一个电影看 咱看 看阿凡达 好吧 复仇 阿凡达 停 我们不看了 看不看阿凡达 脚面是2米7的大男人 我跟你说 拿那辫子跟那个马一接 我跟你说 就对上信号一门一样 这剧透 这太狠了 没错 我告诉你 新版复仇三部曲就是这种 赖蛤蟆趴脚面上 不咬人 硌咬人 来 接着硌咬他们 小斐 小斐 嗯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求婚 我从意大利 请了特别著名的音乐家 来给咱们烘托浪漫的气氛 小斐 嫁给我 复仇 好 梁山伯与朱英台 两人晃成大剪泳子了 三块钱一串 啊 老惨了 这怎么还有烧卡 我这 小斐 小斐 这是个失误 这是个失误 我还从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 请了王子和公主 来给咱们烘托浪漫的气氛 好 小斐 嫁给我 复仇 为所有为执着的头 为所有执着的伤 你和你亲爱的 是否就这样 小斐 这次放过你们 小斐 这是个误会 这肯定又是个失误 太队 我真的没有心情了 我心好累啊 我们回去睡觉吧 哎 潘总监 这要睡觉了怎么复仇啊 没关系 睡觉就能难度潘总监吗 嗯 来 新复仇三部曲 第三部 复仇 哎 音乐呢 怎么回事 你干嘛呢 安乐员 这一项 阿姨们 操练起来 哎呀 好吵啊 小斐 我给物业公司 打过电话了 你还记得我 我一点声都不会出 小斐啊 这个狂场舞没有抑郁 更吓人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癞蛤蟆爬脚面 不咬人 各样人吧 这也太各样人了 开辉 我受不了了 我要跟你分手 分就分吧 我能睡个好觉 小灵 小灵对不起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原谅我吧 好吗 看见没有 这就是渣男的下场 给他一次机会吧 小伙子多好啊 原谅他吧 原谅他吧 多好啊 多好啊 大家说多好啊 好的 看在阿姨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一次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再见 小灵 开辉 珍惜身边珍爱你的人 本期收拾排行 来 音乐怎么会 想睡觉 阿姨们 考虑起来 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阿姨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珍惜身边珍爱你的人 不然阿姨饶不了你 本期收拾排行 当年 本期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想请爱姐 然后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叫做博物馆奇妙夜三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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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这儿 看节目就行 我们这节目啊 什么样的桥段都有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头 大家都可以看到 博物馆奇妙夜系列 这是我们心上的一个系列 一起去看看 来 一起来看看啊 生活别烦恼 好 一起来 向导 报告馆长 不管四号暂停 全部检查完毕 你放心 今天有我债 谁也不敢负我 哦啊 大哥 你正在找我啥事儿啊 宋江我跟你说 我跟小王竞争 保安队队长的事儿 你知道吗 知道啊 这个你拿着 回去告你那108个兄弟啊 这回投票全投我 不给小王机会 事成以后 最好的展位就给你 谢了 哥 明年早上集合跑步 不用来了 多睡会儿 明白 去吧 赶紧的 干嘛呢 睡觉呢 我问你 我跟小王竞争保安队队长那事儿 你知道不 这事儿还有不知道的吗 这个你拿着 干啥 干啥 拿着 拿着 你听我来 回去告你那三百四八大兄弟啊 这回投票全投我 回去 我找别人去 今天我京阁 一定要完成使命自杀秦时光 成功了 你就是金磕吧 我不渴吧 你拔出来那血不流干了吧 不好意思 他都要黑带酒断了 他说话干嘛打我呀 一起来笑吧 马上回来 一起来笑吧 精彩继续 今天我荆轲 一定要完成使命 自杀秦时光 成功了 你谁呀 我秦河呀 你杀谁呀 秦时光 我是扁鹊 不好意思啊 哥 傻错了 你拔出来那血不流干了吗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不就堵上了吗 就这水瓶还当刺客呢 在这 对不起啊 哥 你是不是秦时光 你就是金科吧 我不科吧 我是一紧张我 我 我说不出来话 别废话 过来 哎 干啥来了 小子 是不是要献地图 对 请看 对 打开 你紧张啥呀 是不是地图里边藏东西了 闭手 闭手 对 打开 他没有呢 哎呀 啊 啊 忘带了 对 回家瞧下 对 去吧 告辞 对 走 你跟着 站 站 你大外印 我上家找你 你不在家 你干啥呢 又复活呀 刺杀秦时光 你拿啥 刺杀他呀 不没有了 回家瞧下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 我跟你说 你现在不能刺杀他 他后边还有一堆兄弟 没给我投票 你不知道吗 那咋办呢 队长 你过来 我 我跟他唠唠 我秦啊 我问问你 这回我跟小王争绑队队长 你到底支持谁 哼 我肯定不能投你啊 上次我跟你请假 出去上阿房宫吃烧烤去 你是不是给我告密了 你吃个烧烤 给人烧烤垫 整着火 你不知道吗 我今天就问你 你到底知不知我 我肯定不能投你 金哥 给我动手 弄他 不是 队长 我没下过身啊 你刺手工钱 等他干 我给你指挥 快 先给我来个小疯眼 哎呀 不是 再给我来个小脑手 哎呀 再给我来个小窝心脚 哎呀 你个小兔来的 你看我怎么弄他 所以你给我带上 你看着 我先给他来个小疯眼 哎 再给他来个小踢腿 哎 哎 再给他来个小电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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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 那小狐狸跟我小猎手斗 队长 啊 你腿厉害了 就是有个事 啊 你要把他给垫死了 他手底下那些温人的票 都不投你了 不让他投了 全烧了 焚书坑票 走 干啥去 我找扁鹊抗个病 队长 你别去了 咱呢 我跟你说个事 啊 扁鹊让我刺死了 好 我有个秘密 说 我一直想告诉大家 哎 你别看着我长成这样啊 就是我在上学的时代 对 真的 我真的 我们学校的校花 追我 追我以后呢 然后就要给我去追 我去微博 这 哎哎哎哎 对对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但我 我说谎 我还挺有个基本原则的 不像他们的爷俩 大肆和方向他们俩 就没谱了 好似的啊 看看今天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这个作品 好不好 来 生活没烦恼 一起来 加油吧 哥啊 这几年不在市场卖猪肉了 啊 发展得这么好吗 同学聚会都订这么高档的餐厅 都什么时代了 谁还会卖肉啊 往常哥哥我初入的 都是五星级的大饭店 这里看他的装修 充其量算个三星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食堂 啥玩意儿上来给我一棒呢 傅远 你好 先生 不是 这什么玩意儿上来给我一棒呢 啊 我告诉你啊 只有没练过呢 就是一下就得晕咯 得亏格跆拳道黑带九段 那个 你为什么还打我 是 实在不好意思啊 先生 我们这里是诚信至上主题餐厅 这是个测谎机器人 来到这儿的顾客呢不可以撒谎 谁要撒谎 这个机器人就会打谁 不是 我哥也没撒谎啊 他真黑带九段呢 他说话干嘛打我啊 不是 关键哥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信呢 我问你 我让你给咱们同学打电话 你都通知到吗 我都通知到了 按你的指示就去非洲烫头 做美白那些人我都给通知了 我这都过俩点了 怎么就我来了呢 哎 大葱 哎 哎 哎 看看这是谁 笑花驾到雪儿 大葱方向 您怎么在这儿啊 来都来了 还装不用你买单 老方告不告让你今天同学会我组织的 哥 我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 我懂你的细节 大葱啊 嗯 要不咱们换一间吧 听说这家还挺贵的呢 雪儿 信不信我分分钟把这家店买下来送给你 让你当老板 我再搭你五个厨吧 欧吧 其实我就是老板 瘾做 咱们 哎呀哇还真入戏了嘛 自己当回事了你知道吗 雪儿 你说当年我那么深情的追求你 你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啊 我一年给你写了300多封信哪 我都听你感到遗憾 不错啊 以前的事咱就别提了啊 再说我是真不喜欢你 这又每次都准呐 你就挨笑了 徐月 你知不知道哥现在混得有多好 英国有个什么王子来着 威廉王子 对 哥在圈里号称肉帘王子 大逢方校你们先吃啊 我那边还有点事我先过去了 徐月 逃避 或许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不然一会儿我那七八个模特一般的女友 都来了之后 每个人都比你漂亮 你也的确会有些许的尴尬 哎呀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哎我的妈呀 我姨咋来了 不是不是你谁呀 不是你该说的话说的 还我咋来了 我可买市场里奥着你 你闭嘴 你跑着那里 啊介绍一下啊 这是这是我员工 啊我老姨 哎呦我媳妇 不是啊糟坑 哎嘛嫂子啊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 公事要在公司谈 啥公司啊 啊哪来的公司啊 那卖猪摊位费都交不起了 还懒人公司呢 嫂子别生气啊 你谁呀 怎么说话呢 啊这都是我大学同学 我们在这儿同学会呢 过来 以前他注意过我 就是彼此心里都有过 哎呦我追人家没追上 行了吧 哎呀这天鹅肉你也想吃 癞蛤蟆心挺高啊 这还算高 礼爱我曾经都追求过 哎呦为谁呀 不 这是个什么玩意啊 他总打你啊 哎呀嫂子 这是间主题餐厅 这个机器人啊 是谁说谎他就打谁 哦 哦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有意思吗 哎那当机器人面我问你啊 你对我们家大葱 是不是有啥想法 一点都没有 一起来笑吧 马上回来 一起来笑吧 精彩继续 登陆江苏网络电视台 励志新闻客户端 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 你也可以通过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腾讯娱乐 了解节目的相关资讯 关注新浪微博 一起来笑吧 官方账号参与互动讨论 你对他 嫂子 这是间主题餐厅 这个机器人啊 是谁说谎他就打谁 哦 哦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有意思吗 哎那当机器人面我问你啊 你对我们家大葱 是不是有啥想法 一点都没有 你看见没 我就说这玩意就是个摆设 他就不一定准 那你对他呢 嫂子 我哥现在不喜欢他了 不是 你说话为啥打我老公啊 嫂子关键我哥跟我说话 我全信他 哎呦我天啊 你可别丢人赶紧走吧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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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雪儿啊 雪儿啊 这是我名片 哦 快走 哎哎等会 又肉傻的啊 给我打电话 我多送你几个大腰子 哎行了 送货上门 不是 你们刚才都跟着笑啥呢 我哥真是肉联厂老板 哎 这咋还要追加大腰啊 一起来笑吧 马上回来 一起来笑吧 精彩继续 登陆江苏网络电视台 立志新闻客户端了解节目动态 你也可以通过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网易娱乐了解节目 相关资讯 关注新浪微博 一起来笑吧 官方账号参与互动讨论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登陆 询讯视频 搜狐视频 优酷 主豆 爱奇迹 乐视网 PPTV 了解和观看 下周再见 拜拜